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南顿杰斯克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俄罗斯国防部邵一谷今天对顿杰斯克南部整个战况进行了汇报 邵一谷说,过去三天里基辅政权在前线不同部分实施了承诺的攻势 6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在两个旅的帮助下 向五个方向推进,但没有成功,损失人员不到300人 6月5号,敌人以五个旅的兵力向七个方向发起新的进攻 被阻击损失1600余人 在短短三天全方位敌对行动中 乌克兰武装部队损失了多达3715人,52辆坦克 俄罗斯的作战战术和陆军航空兵在击退袭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摧毁了乌克兰编队的5辆坦克和29辆装甲车 在击退乌克兰武装备的攻势过程中 俄军阵亡71人,受伤210人 击毁坦克15辆,装甲车9辆 大炮9门 基辅政权在夜间破坏了卡霍卡水电站的建设 导致大面积洪水泛滥 破坏的结构是基辅将部队和设备从赫尔松方向转移到进攻行动区的计划一部分 敌人正准备在蒂尼泊河右岸进行防御 根据现有信息,蒂尼泊·比特勃斯克水电站排放的水量明显增加 导致该地区的洪水泛滥 这一事实表明基辅政权提前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迫害活动 在乌克兰进攻的尝试过程中 没有实现目标,遭受了重大无法比拟的损失 而第127摩托化师第433摩托化团第37第60摩托化旅 在战斗中表现突出 击退乌克兰武装攻势时 71名俄军阵亡,200一神受伤 在为期三天的全防卫敌对行动中 乌克兰武装部队损失3715人 52辆坦克,207辆装甲车,134辆汽车,5架飞机,2架直升机 这是昨天的烧一股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的 俄罗斯国防部也发布了报告 那么现在在整个的新顿尼斯克方向 在这个方向 新顿尼斯克方向 有乌格拉尔那个方向 俄乌双方最新的情况呢 俄军呢重新夺回了新顿尼斯克 但是乌军呢 还是在新顿尼斯克进行了大功的反攻 而新顿尼斯克方向呢 还在进行反复的争夺 新顿尼斯克方向非常重要啊 大家看这张图 新顿尼斯克呢 是乌格拉尔和大诺希尔卡之间 新顿尼斯克在这个方向 那么在这个方向呢 它呢 是整个的南顿尼斯克 是个南顿尼斯克大门 它可以 控制它呢 就可以通往马里布尔 所以俄军要在这个方向进行 大功的防御 防止乌军呢 突破防御线 然后大规模的进入到 马里布尔 到边尼斯克这一线 所以这是俄军现在主要的 防御重点 就是在马里布尔正面 那昨天的进攻中呢 乌军呢 改变了战术 昨天乌军的进攻呢 主要以步兵作战为主 头两天呢 乌军是以坦克冲锋为主 那么昨天的战斗改变为 步兵冲锋 首先呢 使用装甲运兵车 将步兵运送到 俄军阵地 不断地用步兵战车 将士兵呢 送往前线 然后呢 在前线 组织啊 步兵冲锋 这是乌军现在整个的一个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 也公布了一段视频啊 里面呢 提到是摧毁 暴使坦克的画面 就是这段视频 这段视频呢 比较有争议啊 因为呢 现在 从俄罗斯媒体啊 包括乌克兰媒体啊 这段视频是卡五二啊 卡五二武装直升机上拍摄的 从这个俄罗斯媒体的说法呢 这个影像里面很像是联合收割机 并不是鲍尔坦克 但是我认为呢 虽然外形啊 外形很像联合收割机 但实际上 它就是鲍尔坦克 它是经过改装 将外形啊 进行了反无人机改装的鲍尔坦克 所以它的外形瞅着非常庞大 怪异 并不像正常的坦克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视频 就是鲍尔坦克 那这也是首次公开鲍尔坦克 被摧毁的画面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啊 过去三天 在大诺西尔卡 新顿尼斯科方向 摧毁乌军啊 重装部队的这个画面 俄军呢 主要是第127摩托化师 在这个方向防御 另外呢 在乌军的进攻中 俄军呢 发现有大量的 讲英语的工兵 在这个方向出现 央语工兵呢 一方面呢 可能是来自于波兰的工兵 另一方面呢 可能是来自于西方 北约的工兵 可以看这小 小的这个亮点呢 实际上都是士兵 摧毁了专甲车以后 士兵 这是因为热成像 很多士兵啊 这个阵地散开 所以呢 很多的工兵出现在这个 大诺西尔卡方向 也出现在 莫达尔前线 那也说明呢 这个方向 是乌军主攻的方向 俄军呢 也向这个方向呢 增援 俄空降兵司令 他也抵达这个方向啊 空降兵司令 空降兵司令呢 是特布林斯基 俄罗斯空降兵 也在这个方向 进行了增援 这个特布林斯基呢 之前呢 在南部军区啊 会见了普京 当时在格尼奇斯克 普京呢 在顿尼斯克 还有克里米亚 北部地区视察的时候 曾经 与这个特布林斯基 进行了会面 那现在整个的 南顿尼斯克 这马里布尔一线 应该是乌军啊 未来呢 主攻的一个方向 乌克兰方面呢 现在最新的 最新的情况呢 是还是要求 媒体保持沉默 乌克兰媒体保持沉默 不要发布任何 有关反攻的信息 看来呢 乌军现在在整个的 南顿尼斯克方向的 反击 乌克兰方面 并不打算啊 大肆对外宣传 所以乌克兰方面 现在对整个的反攻 特别是主攻方向 和战场的很多的信息 是保密的 不允许对外公开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 很多信息 只能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 另外今天在克里米亚方向呢 克里米亚呢 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阿克西奥诺夫表示啊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被干扰并迫降 但实际上这架无人机呢 很有可能是 误设 俄罗斯的这个 摩哈捷 俄罗斯在伊朗采购的 摩哈捷无人机 机身上写得很清楚 就是这架摩哈捷 那这是伊朗呢 向俄斯提供的无人机 可能是被误认为是 乌克兰无人机被误射击落 那说到伊朗呢 伊朗的 伊斯兰革命危队啊 昨天呢 公开了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 镜头啊 大家可以看 高超音速导弹 摩哈捷 这伊朗呢 实际上也首次公开啊 拥有高超音速导弹 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呢 实际上可以突破任何的防御系统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中国 甚至包括伊朗 已经拥有了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昨天呢 伊朗试射的 摩哈捷啊 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 会改变整个中东的局势 伊朗总统啊 莱西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危队指挥官 侯赛因 萨拉敏将军 见证下展示了高超音速弹头 法塔赫 这个弹头呢 是固体燃料推进机 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呢 射程是1400公里 速度呢 可以达到13 到15马赫 那根据伊朗 伊斯兰革命危队啊 空天军 部队指挥官 阿米尔阿里 哈基扎德将军的说法 法塔赫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 那伊朗呢 现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啊 以色列方面呢 反伊路撒冷邮报说法塔克在40秒内可以飞抵伊朗 飞抵以色列 从伊朗飞抵以色列 400秒内 从伊朗就可以打击到以色列 所以伊朗的导弹啊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对以色列或美国啊 存在威胁 那么以色列人绝不允许伊朗拥有这种导弹 可以看这种导弹 威力非常强大 很有可能下一步呢 以色列会对伊朗的工程师进行暗杀 以色列的摩萨德会大规模的暗杀伊朗这些工程师 以色列也会对伊朗的军工 军工联合体进行秘密破坏 包括空中打击 所以未来伊朗和以色列的局势会更加紧张 伊朗现在呢 和中东很多国家已经恢复邦交 所以美国现在想利用以色列 联合着沙特围堵伊朗 但是伊朗呢 和沙特首先恢复邦交了 那么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恢复 以色列和沙特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化解 所以现在实际上伊朗和沙特的合作 那么实际上导致美国整个中东计划 美国的整个中东计划 现在实际上处于一个破产边缘 所以伊朗现在不断的 通过先进的武器在压制以色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中东地区现在的局势 在结合着乌克兰的局势 美国想要肢解碎片化欧亚大陆 联合着以色列 肢解伊朗 现在被伊朗反制 特别伊朗的这种高穿速武器 所以未来在整个的北大西洋的正面 从俄罗斯到伊朗这个正面 美国包括北约 它对俄罗斯对伊朗的肢解 现在来看不会成功 特别是伊朗拥有高穿速武器以后 整个中东地区局势会改变 未来包括像沙特、阿曼、阿联酋这些国家 对待伊朗的态度 这是今天的俄罗斯方面 公布在南对聂策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乌军现在从三天的战斗来看 对大诺西尔卡 也就是从马里本正面这个方向的突破 乌军的投入非常大 但是并没有突破俄军的防线 也说明俄军在沃大尔正面 整个的防御组织 包括事前的作战计划 预案非常充分 装备人员也非常充足 所以这个方向乌军很难形容突破 那么未来不排除 乌军会寻找新的突破点 可能会在比尔江斯克正面 从这个互利埃布勒 奥利霍这个正面 另外呢 在北部哈尔科方向 乌军也会有新的军事行动 我呢都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次让给大家分享 这样的竹子 我们来说就会有更多消息 我们来说明俄军的 我们来说明俄军的 我们来说明俄军有所不知的 我们来说明俄军的 我们来说明俄军的